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太平洋温泉季温泉专车从10月中旬开跑 也即将在下周15号告一段落了 而不少游客赶紧把握最后时间来报名参加 今天下午温泉专车开底蝴蝶谷森林游乐区 而游客爽泡温泉以及森林域双重享受大呼过瘾 还期盼温泉专车能够延续到整个冬季 不论是搭乘小巴还是游览车 参加花莲县政府温泉 即温泉专车一日游城的游客民众 来到蝴蝶谷森林游乐区 在森林步道间享受森林浴洗礼 在充满日式风格的温泉池内泡汤 双重享受游客大呼过瘾 泡温泉享受森林浴 温泉专车双重享受舒畅解压感 游客民众是难以言语的欢喜 游客以及在地民众对于花莲温泉专车 抱持高度肯定 提振推广花莲温泉观光产业 同时也让游客民众 实际体验花莲的温泉之美 创造三营局面 来让他们过得生活更好 然后呢 进而是不是可以行销到其他的县市 多招揽一些外地的游客来这里 那这个是最好最棒 花莲太平洋温泉 即温泉专车一日游城 从10月中旬开跑后 相当受到游客民众的青睐 游城内容丰富多元 费用优惠仅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部分游客民众认为时间太短 希望能够延续一整个冬季 温泉专车一日游城 每人只要750元的优惠价格 八人成行 规划四条路线 带领游客民众畅游 花莲南区两大温泉区产业 提供随车导览 特色午餐 DIY活动 伴手礼以及保险 为期一个月的温泉专车接近尾声 游客民众不妨把握机会 重一波享受最完整的温泉泡汤旅游 记者十一遇蓝 瑞瑞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